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如果说中国诗坛是一座璀璨的星河 那杜甫的五言律诗绝对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之一 在他的诗篇中 不仅蕴含了深厚的历史与情感 更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髓 今天 我们将一起走进杜甫的诗艺世界 细细品味他最经典的二十首五言律诗 这些诗歌不仅是律师的巅峰之作 更是我们日常背诵的好资料 那么 杜甫的这些诗 你能背出几首呢 一起看看有没有你熟悉的篇章吧 一 春夜洗雨 原文 好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雾细无声 也竟云俱黑 江传火独明 小看红诗处 花重景观成 一文 及时的好雨 懂得季节变化 正是春天播种的时节 随着春风 悄悄来到夜间 滋润万物 细致无声 乡间小路上 乌云笼罩 只有江上的雨火 孤独地闪耀 清晨时分 看那红花沾湿 满城的花朵 繁茂沉重 赏西 春夜洗雨 描写了一场春雨 悄然到来的景象 杜甫通过之时节 赋予于一米人画的形象 表达出农耕社会 对春雨的期待 雨的细无声 渲染了夜的静谧与温柔 后两句描写了 雨夜的乡村景象 乌云密布 雨火闪烁 清晨满城花朵 因雨水而格外沉重 展现出春雨 带来的生命活力 表达了诗人 对自然的赞美与欣喜 二 刻夜 原文 刻睡何曾注 秋天不肯鸣 卷帘残月影 高枕远江生 记桌无衣时 图穷障有生 老区书树指 英夕未归情 一文 刻居他乡 难以入眠 秋夜漫长 不愿破晓 卷起帘子 看见残月的影子 枕柱高枕 听着远处江水的声音 谋生之际拙劣 衣食难以为继 只能依靠朋友的接迹 妻子写了几封家书 想必已知 我久久未归的消息 赏西 这首诗抒发了 杜甫客居他乡的 孤寂与忧愁 前两句描写秋夜的漫长 与诗人难眠的状态 残月与江生 衬托出寂寥的氛围 后两句则流露出 对生活困境的感叹 面对生活的拮据 诗人不得不依赖朋友 同时他也惦记着家中的妻子 充满了对家乡与家人的思念与歉意 情感真挚动人 三 画音 原文 速炼风霜起 苍蝇画作书 耸身思角兔 侧目似绸湖 涛炫光堪梯 轩盈是可呼 何当鸡反鸟 毛血洒平无 一文 藏鹰在宿链般的天地间震翅而起 画中的雄鹰英姿卓绝 弓身盯着狡猾的兔子 侧目凝视 像是在忧愁北方的敌人 鹰的韬环闪闪发光 似乎已准备随时高飞呼号 何时能扑进那平凡的鸟类 鹰爪染血 羽毛飞洒 散落在广袤的原野 赏兮 画音通过描写鹰的威武形象 表达了诗人向往英雄气概的情感 鹰的姿态与神情刻画得栩栩如生 尤其耸深思角兔 侧目四愁 虎表现出应对敌人的警惕与不屑 象征住诗人心中的志向与报复 最后两句充满了强烈的战斗意志 表达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 冲击平庸的雄心壮志 四 登岳阳楼 原文 西文洞停水 今上岳阳楼 无处东南彻 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荣马关山北 平轩替四流 一文 早文洞停湖的壮丽 今天终于登上了岳阳楼 无处大地在东南一带裂开 天地在湖水中日夜浮沉 亲朋好友没有半点阴性 自己老病产生 独自一人成孤舟 北方战事不断 我平栏远眺 不禁泪流满面 赏西 登岳阳楼是杜甫慕年登楼所作 情感沉重 诗中通过对洞庭湖的描写 展现了诗人胸中宏大的志向与心怀 无处大地裂开 乾坤浮沉的景象更是映射了当时动荡的时局 亲友无音信 诗人身老体衰 独自成舟 内心充满了孤寂与悲凉 北方战乱平仍 国事动荡不安 诗人悲从中来 不禁泪流满面 全时充满了对家国的深切忧虑与个人命运的感慨 五春日亦礼白 原文 白野诗无敌 飘然思不群 清心与开辅 俊亦报参军 为北春天树 江东日暮云 何时亦遵久 宠语戏论文 一文 李白的诗天下无敌 他的思绪飘逸脱俗 他的诗清心如雨信 俊亦如暴照 北方渭水岸边春树繁茂 江东的日暮云烟飘荡 什么时候能与李白同饮一杯酒 重新一起讨论诗文呢 赏兮 这首诗表达了杜甫对李白的怀念和敬佩 诗中赞美了李白诗才的无敌和思想的超凡脱俗 尤其通过雨信和暴照两位名士来比喻李白的诗风 进一步凸显其诗作的清心俊意 后两句通过魏北春树和江东日暮云 描写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 最后以重语戏论文表达了诗人希望 与李白重逢畅谈的愿望 情感深志 六不见原文不见李生酒 杨狂真可爱 世人皆欲杀 无意独连财 敏捷诗牵手 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 头摆好归来 一文 好久不见李白 他假装疯狂 实在令人悲哀 世人都想要毁掉他 我却唯独怜惜他的才华 他诗才敏捷 牵手诗作随口而出 却因漂泊困顿 只能戒酒消愁 你在匡山读书时 如今已白发满头 还是早点归来吧 赏西 此诗表达了杜甫 对李白处境的同情与怜惜 诗中感叹李白的阳狂 遭到世人的排斥 杜甫却独独怜惜其才华 李白的牵手诗作与一杯酒 形成鲜明对比 展现了诗人天赋 与命运的悲剧性冲突 最后一句劝李白归隐故里 表达了对他晚年生活的关心与祝愿 七 春旺 原文 国破山河在 成春草木深 赶时花见泪 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 家书底万金 白头骚更短 魂欲不胜簪 一文 国家破碎 山河依旧 春天的城中 草木丛生 感叹时局动荡 见花见泪 痛恨离别 蚊鸟惊心 战火已经燃烧了三个月 一封家书如今价值万金 白发越骚越短 几乎连发簪都差不上了 赏西 春旺描写了国家动乱中的杜甫心境 诗中 国破山河在展现了战争带来的破坏 耳赶时花见泪 恨别鸟惊心 则通过自然警务反映出诗人的悲伤情绪 后两句家书的万金之贵 表现了思乡之苦和战火下的艰难处境 全诗以白头骚短结尾 显示出诗人内心的焦虑和忧愁 充满了对家国的深沉忧虑 八 江汉 原文 江汉思归客 乾坤亦腐如 片云天共远 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状 秋风并欲苏 古来存老马 不必取长途 一文 江汉一代的游子思念家乡 我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老儒生 一片浮云和天空同样遥远 漫漫长夜与孤月相伴 虽然西阳西下 心中依然豪迈 秋风吹来病情似有所好转 自古以来老马上能存活 不一定非要奔走长途 赏西 江汉表达了杜甫年老病衰食的心境 诗中江汉思归客 表露出对家乡的思念 而片云天共远 永夜月同孤 则通过自然景物 表现出孤独感 虽然身患病痛 但诗人依旧心怀壮志 这体现出他对命运的不屈服 最后用老马做比喻 强调老季虽病 仍能发光发热 展现了诗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九 后游 原文 四亿曾游处 桥连在渡时 江山如有带 花柳自无丝 叶润烟光薄 沙轩日色池 恪愁全为简 舍此复何之 一文 游四回忆曾经来过的地方 再次渡桥更绝怜惜时光 江山仿佛在等待着人 花柳无丝绽放 美景如常 烟雾笼罩着湿润的原野 沙滩上日光缓慢洒落 旅途的酬绪减轻许多 不知还有哪里能让我去徘徊 赏西 此时表达了诗人在重游故地时的感怀之情 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 展现了山川花柳的无丝与时间的静默流逝 诗中表现出一种淡然的心境 尽管愁绪减轻 但诗人仍然流露出对归宿的疑问与迷茫 通过细腻的景物描写 抒发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情感 十 天末怀里白 原文 梁风起天末 君子义如何 红艳几十道 江湖秋水多 文章曾命达 痴妹喜人过 因共冤魂语 头诗赠蜜罗 一文 天边梁风起 你现在心情如何 红艳何时才能传来消息 江湖间秋水无尽 才华横溢的人往往命途多传 痴妹亡凉却乐见人的挫折 你大概正与冤魂对话 把诗投向密罗浆吧 赏西 这首诗是杜甫怀念李白的作品 诗中用梁风 红艳 秋水等异象表达了对李白的深切思念 并通过文章曾命达感叹才华与命运的对立 最后以密罗浆象征屈原 将李白笔作屈原 表达了对诗人命运的悲叹和怀念 情感深沉而凄凉 十一 叶燕佐世庄 原文 临风先月落 一路静情章 暗水流花镜 春星带草堂 简书稍竹短 看见隐悲长 诗霸文无勇 天舟亦不忘 一闻 林中微风吹拂 鲜月熄落 露水打湿了衣裳 琴声悠扬 小镜旁的水流淌过繁花 草堂前点点星光伴随着春夜 翻阅书卷 燃尽了蜡烛 看见感慨 举杯唱饮 一诗过后 有听到无地的歌声 心中一直惦记着天舟漂泊 赏西 这首诗展现了一场优雅的夜宴景象 诗中风 月 露水与琴音交织 营造出宁静且富有诗意的场景 反映了文人们悠闲而富有情趣的生活 诗人从读书 赏见到作诗 逐步展现出心中的壮志未酬 结尾通过对天舟的念想 表达了诗人心中的不安与漂泊感 十二 去蜀 原文 五再刻蜀郡 一年居子舟 如河观赛祖 转座萧香油 世事已黄发 残生随白鸥 安危大臣在 不必泪长流 一文 五年客居在蜀郡 一年居住在紫州 为何观赛重重阻隔 竟然转向萧香油走 世事沧桑 自己已是白发老人 余生将随白鸥漂泊 国家的安危有大臣在守护 不必再长流眼泪 赏西此诗表达了 杜甫年老李属时的 复杂心情 诗中感叹自己在属地的岁月 以及命运多船的漂泊生活 白发苍苍的他 已不再期盼有所作为 最后一句表达了 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但也还有一丝 放下个人忧愁的释然质感 充满了苍苍与无奈 十三 春宿作省 原文 花隐椰原木 啾啾七鸟过 心灵万互动 月棒酒消多 不请听金月 音风响玉科 明朝有风事 朔问夜如何 一文 花木掩映在宫墙旁 夜幕降临 七鸟啾啾飞过 繁星在万家灯火中闪动 明月在高天中徘徊 无法入睡 听到宫中首夜的金钥转动声 随着风声遐响起玉科的马铃声 明日早朝有风事要奏 夜间不禁多次询问时间已过几何 赏西 此时描写了杜甫在春夜 宿于宫中时的所见所感 通过细腻的场景描写 如七鸟 星月等 营造出宁静又庄严的气氛 诗人心事重重 因风事而无法入眠 细致展现了他对国事的关注 和对未来的忧虑 结尾的朔问夜如何表露了 诗人内心的焦虑与无奈 十四 月夜 原文 今夜夫周月 归中只独看 摇脸小儿女 未解一长安 香勿云环湿 清辉玉碧寒 何时已虚晃 双照泪很干 译文 今晚夫周的月光正明亮 归中的妻子只能独自对月凝望 心中恋爱那年幼的儿女 他们还不懂得思念长安 香勿打湿了她的发迹 清冷的月光让她的玉碧感到寒意 什么时候才能倚靠住薄纱杖 月光双照 泪痕前何呢 赏兴 这首诗描写了杜甫在战乱中思念家人 特别是妻子的情感 通过描写孤独的月夜 湿润的云环和清冷的月光 表达了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团聚的渴望 诗中的情感深沉含蓄 展现了杜甫对妻子的怜惜与牵挂 十五灯眼周城楼 原文 东郡区亭日 南楼纵目出 浮云连海带 平野入清徐 孤障秦碑在 荒城鲁垫鱼 从来多古艺 临跳独愁 一文 曾经在东郡随父亲学习的日子 历历在目 如今登上南楼 极目远眺 浮云连接着海带山脉 平坦的原野延伸到青州和徐州 孤立的山峰旁留有禽石的石碑 荒凉的古城仅存鲁国宫殿的遗迹 这里自古以来便充满古意 林高远眺 不禁心生愁愁 赏西 这首诗表达了杜甫在登高望远时的 思古之情 他看到浮云 平野 古碑等景象 联想到历史的变迁与沧桑 诗中充满了怀骨伤筋的情感 展现了诗人对时光流逝和历史遗迹的感叹 带有深刻的哲思 十六 房冰草胡马师 原文 胡马大挽鸣 风冷寿骨城 竹匹双耳俊 风入似提青 所向无空阔 真堪拖死生 萧腾又如此 万里可横行 一文 胡地的战马以大挽鸣码最为著名 他们授骨灵巡 骨骼锋 锋利 两耳如刀削般高耸 四体奔跑如风般轻快 无论去往何处都毫无阻碍 真是一匹可以托付生死的好马 如此骁勇矫健的战马 能够纵横万里 驰骋四方 赏西 此诗描写了大碗两马的英勇与矫健 充满了赞美之情 诗中通过描写马的外形和奔跑姿态 表现了其无与伦比的力量和速度 诗人借赞美胡马 表达了对勇猛精神和坚韧品质的向往 同时也暗含了对理想的追求与向往 十七 对血 原文 战哭多心鬼 仇淫独老恩 乱云低伯木 吉雪舞回风 嫖气尊无虑 卢存火似红 数周消息断 仇作正疏空 译文 战争频繁 哭声中增添了许多心王魂 孤独的老恩心怀忧愁引勇 黄昏时乱云低垂 吉雪随着龙卷风飞舞 酒嫖丢弃 酒尊中早已无久 炉火虽然燃着 却不再鲜艳 消息断绝 集中音讯全无 只能独自坐着空探仇私 赏西 杜甫通过描写冬日战乱背景下的场景 表现了战争带来的沉重伤痛 也阔 月永大江流 明起文章著 观音老并修 飘飘何所似 天地亦杀欧 一闻 微风轻浮岸边细草 古舟伴着夜色孤独飘泊 繁星低垂 平野广阔无边 月光下江水滔滔涌动 我的名声并非因为文章才著称 试图因因年老多病而终止 如今如同一只孤零零的沙鸥 在天地间随波飘荡 赏西 这首诗描写了杜甫在旅途中的孤寂与飘零之感 寂静夜色中 孤舟在浩瀚的天地间孤独飘泊 诗人以星垂平野 月永江流等异象 表现出他心灵的无依无靠 进而感叹人生漂泊如沙鸥 表达了对世事无常的感慨与无奈 十九 野望 原文 西山白雪三成树 南浦青江万里桥 海内风尘珠地阁 天涯替泪一身摇 唯江持木工多病 未有捐哀打圣潮 跨马出礁石吉木 不堪人世日萧条 一文 西山上覆盖白雪 三座边城守卫着此处 南浦青江沿连接住万里长桥 封尘阻隔了我的兄弟们 各地战乱让我天涯独身 泪流满面 年老多病 虽有忠心 但无法为国效力 至今没有一点贡献 报答朝廷 起码出交远望 目光所及 人世间的一切都日渐萧条 赏西 杜甫在此诗中 通过描写战乱与自然景象 表达了对时局的担忧与感慨 诗人年老病弱 无法再为国家尽忠 看到家人分离 国家动荡 心中充满了无奈与哀痛 人世日萧条 表现了对国家衰败的沉重感受 令人心生惆怅 二十 岁木 原文 岁木远为客 边于海用兵 烟尘范雪岭 骨脚洞江城 天地日流血 朝廷谁请应 即使敢爱死 即莫撞心惊 一文 年终之际我仍身处一乡 边疆的战火仍未停息 战火烟尘已侵犯雪岭 战鼓和号角声惊动了江城 天地间每天都在流血 朝廷中却无人请应 为了拯救时局 岂敢惜命 但孤独无助的壮志 令我心惊 赏悉 杜甫通过对战乱 和年冠将至的描写 表达了自己对国事的忧虑与无奈 战火绵延 国土危机四伏 诗人凯探 朝中无人挺身而出 而他虽有一腔报国之志 却深感力不从心 孤独的爱国情怀 使他的内心充满悲凉与震撼 城市 石中无人